Hello 大家好 早前我們試過Samsung旗艦neo QLED電視QN-98B 當時我們亦預告過Samsung會有一支旗艦Soundbar配合電視機 記得去年我們亦試過Samsung旗艦Soundbar HWQ950A 當時它的11.1.4的3D音效到現在 表現我們仍然記憶猶新 今年Samsung的新Soundbar型號叫做HWQ990B 終於來到PCM的編輯部 現在我們立即開箱試一試 這套HWQ990B是去年旗艦Soundbar HWQ950A的後繼機 Soundbar本身都有一定的長度 單單這條Soundbar主機有123.5cm長 其他裝備包括有兩個無線後置喇叭 以及一個有8吋直徑的無線低音喇叭 廠方說今次HWQ990B主要的升級是在於音質表現 待會我們試聽就知道有沒有驚喜 今次HWQ990B一樣是支援Dolby Atmos 和DTS-X兩種環回音效格式 Soundbar本體連同後置喇叭 一共有22個喇叭單元在裏面 而一對後置喇叭你不要看它這麼小 其實每一隻喇叭都有三個單元 分別提供前方天空反射和側向反射三個聲道 加上重低音一共有16個聲道 雖然去年的HWQ950A都是用了類似的設計 但今次HWQ990B的每件喇叭的外形造工上面 就有一點小改進 好像Soundbar本身 外觀上它就由上一代的布面裝飾 改為全金屬的網罩 日常清潔和保養就會更加方便 看上去設計也更加前衛 另一個明顯的改變就是 上一代位於Soundbar中央上方的LED模式顯示 今年就改了前方位於右側網面裏面 坐在位置上也可以很清楚 看到操作時設定到哪裏 而後置和低音喇叭的設計上 亦多了一些外形上的修飾 好像衛星喇叭不再是四方形一個盒子 而是四邊多了一些立體拱形設計 低音喇叭的改變就更加大 右邊的圓形喇叭網由去年的布網 變成今年的塑膠外殼的保護 令到整套Soundbar整體看上去就更加有時尚感 而這個外殼不是只有樣子 實際上它亦用了聲學透鏡的功能 將低音向前方觀眾方向發放 令到大家感受到低音效果就會更加好 影音輸入方面HWQ-990B是維持有兩組HDMI輸入 以及一組支援EARC迴旋的HDMI輸出 不過大家要留意這一代HDMI仍然是2.0版本 還未升級上2.1版本 最高只能用到4K 60Hz的Double Vision 以及HDR10 Plus的影像信號通過 如果你想接駁有4K 120的遊戲機或電腦 最好先輸入電視 再經EARC或無線方式將聲音回傳到Soundbar 值得一提的是 Samsung今年推出的QLED電視 都已經支援到有4個HDMI 2.1輸入 兩者配合來用彈性亦會更加大 除了一向使用HDMI影音線去連接電視之外 2022年Samsung的Q系列Soundbar 第一次亦加入了無線道比傳景聲這個功能 只要配合2022年推出的Samsung指定型號 Neo QLED電視 就可以利用WiFi網絡 透過無線方式將聲音由電視傳送到Soundbar 用無線方式連接電視和Soundbar有兩個好處 首先就是美觀 如果你的電視掛長的話 無線方式可以避免到線材外露 視覺上就會更加美觀 第二個好處就是電視的4個HDMI 都可以用來接駁你的影音器材 不用留置一個HDMI作為EARC連接電視 如果你有很多影音裝置 特別是你有幾部遊戲機加上電腦 都會用到HDMI 2.1 這樣就可以接駁到更多裝置 跟這幾年Samsung其他Soundbar一樣 HW Q990B 都有配合Samsung電視同步發聲的Q-Symphony功能 以及Auto EQ自動均衡器 去改善低頻的主播 加上Space Feet智能房間聲音校證 就算你對調聲不是太有經驗 都很容易可以調整出發揮到真正環繞聲的音效設定 當然HW Q990B 亦都支援了Apple AirPlay 2 以及Google Comcast無線音樂投送 就算不看電視 用手機亦都可以把音樂串流到Soundbar上播歌 第一次用HW Q990B 是要先用手機安裝Smartphone應用程式 如果你之前已經有用過Samsung電視的話 應該不會陌生 接駁好Soundbar打開電源 之後用Smartphone程式去新增裝置 就可以找到Soundbar 加入到你的Smartphone網絡 就可以編配和電視一起在客廳 之後就可以做到Soundbar相關的設定和操控 雖然HW Q990B 用遙控器都可以完成所有設定 以及今次機身的顯示已經搬到前面 方便大家看 但機身上的顯示屏 可以顯示的文字始終是有限的 不及得利用Smartphone按一目瞭然 我就建議一些詳細的設定 就可以在手機上做 好像調校EQ或者低音音 它們每一級都有加6至負6一共12級的選擇 另外用AutoEQ去做自動調音 最好也是用Smartphone操作 在這裡可以簡單說說 Smartphone看到的Q990B功能是甚麼 在主控制介面有音量大小聲 以及常見預設的Sound mode 加上EQ-Lizer均勻器 配合你播放的聲音類別 這些都是Soundbar常見的選項 接著就是低音音 裡面一共有正負6一共12級調校 如果你不想低音影響到其他人 可以一下子推到內負6 再來下面就是AutoEQ 這個功能首先會用Soundbar的內置收音咪 幫你做一次自動調音 過程大約用你兩分鐘 AutoEQ最主要就是用低音揚聲器 去補助中置和左右聲道的對白聲 以及效果裡面的低頻 開啟AutoEQ之後 整體聲音就會變得更加實淨 以及能量你會覺得大了 我個人會選擇開啟這個功能 Space Fit Sound這個功能 就是當你用AutoEQ自動調音的時間 Q9990B就會自動測量房間的大小和形狀 之後就會儲存一個專用的Surround Sound Profile Space Fit開關就是讓你選擇是否用這個 Profile 你可以自己比較一下 用之前和用之後的音場變化 選擇一個你喜歡的利用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Active Voice Amplify這個功能 開啟這個功能 萬一當你看電視的時候 周圍的環境變得嘈雜 系統就會即時自動將人聲對白加強 讓你仍然可以聽到這個對白說什麼 其他進階設定還有Voice Enhancement Bass Enhancement 和Light Mode 都可以選擇開啟或關 至於網絡和藍牙連線配對等系統設定 就在菜單的右上角畫面就可以找到 另外如果你的居住環境擺不到後置喇叭 亦都可以將兩隻衛星喇叭放在Soundbar兩邊 去補償前面的包圍感 這個時候亦都可以在這裡找到後置喇叭的位置設定 講到Q9990B的設定和功能 最重要就是試試它的聲音表現 首先我們就是用影碟機把HDMI連接到Soundbar 再去電視 它可以解開Dolby Atmos 和DTSX的環繞性模式 而使用EARC 又或者Wireless Dolby Atmos 的功能 無論是看電視或串流影片 又或者用HDMI信願 都一樣可以解開Dolby Atmos 和DTSX的音效 和直插HDMI沒有大分別 在連接上的確多了一重彈性 特別是如果你想用Xbox Series X 做主要信願 就更加要先駁電視 這樣就可以用4K 120Hz 在聲音的表現上 今次Q9990B營造出來的包圍感 和上一代Q950A其實一樣出色 完全不像由虛擬環繞聲Soundbar所造出來的效果 特別是天空聲道 4隻天空聲道反射喇叭做出來的層次感 是很豐富的 而今次Q9990B的低音設計改良了 低音的能量豐富了之餘 亦都是補充了人聲在中低頻的表現 對白的口實了之餘 低音亦更加融入了整個環繞聲的表現裏面 接著我們特別試一段配合Samsung Neo QLED電視的Q Symphony功能 透過電視機的喇叭一起發聲 最大的分別就是對白的重心移動到畫面的中間 好像在看一個發聲屏幕一樣 整體來說 今次Q9990B的功能比起上一代 就不算有太多新的功能加入 但在外形設計上就很有時代感 金屬網罩的打理和保養 比起網報真的耐用和容易很多 而樂功夫始終在音色方面 整體的動態能量明顯加強了 看電影和聽歌感覺更爽 環繞聲的表現亦是市面上Soundbar產品之中評價最高之一 不過無線後置喇叭的安裝和其他Soundbar一樣 要考慮到供電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需要加拖板協助 而Soundbar本身亦有考慮到掛牆安裝 後面的HDMI線走位是用L型方式作90度走線 對於一些比較粗的HDMI線材比較難使用 幸好今次Q9990B有Wireless Dolby Atmos的新功能 安裝上就有另一個選項給大家選擇 今次試用Samsung Q9990B Soundbar到尾聲 如果有意買高級Soundbar的朋友 希望剛才的資訊可以幫到你 下面看一個影片 對於5000閉的淨鈕 我們用FM開啟了 現在是用FM開啟了 至於右手 VM開啟了 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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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sQ